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年快乐 今天是2021年第一天 我们就来考牌了 看看我身后好像有点熟口面 今天就来清山 走杯宁商道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往清山寺的路入口出发 我们从这里开始走 非常冷 今天早上只有6度 冷到我们飞起 冷到我还不怕起床 等你一个小时 本来是18点半 但我8点半还未起床 等了一整个小时 幸好我飞过来也是前一小时 这次我们这个杯宁商道考牌路线 首先在清山寺径开始出发 经过清山寺去到清山山顶 然后转向北行沿着山直走到梁田坳 然后再越过干山去到沿头山山顶 再在沿头山落山经过灵道指走出下村 完成今次的考牌路线 今次的行程是11公里 需时是7.5小时 考牌难度当然是5个星 好有趣的 这个路线 对啊 现在这里 我不知道之前 但是我上次走都铺得很好 一直去到清山山顶 是吗 对啊 很棒啊 基本上你走到清山山顶 是很轻松的 不计算斜度 我意思是路面状况 没什么难度 完全是泊油路来这里 对啊 再上到一半组 好像是清山寺之后就楼梯 今天真的很好天 好天啊 一个人都没有 蓝天白云 没有云 你看看 完全没有云 以冬天来说天算蓝 对啊 这里是豪宅 那是什么链 小链 不是京链 是吗 彌陀閣 这里是一些 蒸蛇 这个位置挺漂亮的 你看这个 即是有些树啊 有个波子在下来 有个波子在下来 波子啊 波子啊 波子奥林匹啊 咦 天能啊 刚才说 好 那来到清山寺前面的牌坊 这里有牌坊写着 香海鸣山啊 香海鸣山啊 好 另一边 就是写着 回头是汗而已 哈哈 是不是叫我们是时候 叫我们不要走 对啊 话说呢 为什么叫杯陵霜道 这条路呢 杯陵 就因为是杯陵和陵陵 啊 杯陵山就是青山 啊 陵陵山就是源头山 就是最尾的山头 啊 就是我走这两个 杯陵山陵道山 这个山头 就可以叫杯陵霜道 是啊 杯陵都有个轻結站 是啊 原来杯陵就是青山 那样的意思 杯陵是那个法师 是啊 哇 就是好像是 是啊 我看到那些历史啊 是啊 曾经在青山子有个杯陵法师 是啊 哇 今天真是好天啊 好天 100分啊 很適合晒棉被 哈哈 好啦 我們上来晒棉被 晒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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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病毒 其實这个位置真是挺好 好啦 那我们大概走了三个字 又来到这个青山子的入口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青山子那里看看 先啊 我们上次走青山就没有走青山子 今次就 进去青山子那里看一看 好 那我们上到来这个 青山蟬园了 好 那这里一进来就有一些 象 这个是四大天王 哦 这个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西方果木天王 哦 这个是南方增长天王 哦 四大天王 就不是黎明啊 张学游啊 郭富城啊 现在他们可能 这个世代不知道四大天王是哪个 是啊 哈哈 青云观 哇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 观景了 就是屯门区 刚刚很高那些楼 好 山子那里 是 好 再去看看先 包公和月下老人 都是有一些公正 哦 是啊 这里 包公就应该是关公事或者 公正 公正 月下老人就当然是 恩怨 清云观 那有一些 古建筑 好似以前围村那些建筑 是啊 哇 这棵树好漂亮哦 真的很 我很喜欢这棵树 门前这棵 一枝独秀 那里变成加油节目 哈哈 好 清山寺里面 就有个大红宝殿 不是大红宝殿 是 哇 一来到这里很平静 是啊 隔细声 珠天宝殿 在这里 以前所说的天井就是这些天井 是啊 天井挺漂亮的 很平静啊 很舒服 好了 那我们刚才在后面的清山寺参观完 那现在就在这边走出来 那就向现在这个方向继续向这个清山山顶方向走 那我们沿着这个黄色扶手的楼梯上就对了 嗯 嗯 好 继续靠左走 好 又来多看一次这个观景台 你看这里看出去 是不是都看不到呢 全部都是视力 哈哈哈 是不是看不到呢 那是它搞开的 诶 诶 这是新鞋 哦 是啊 这个是什么 看見了,這裡是往青山峰 稍微往青山峰 好,那我們現在越走就越熱了 今早6度,現在應該是16度左右 嘩,你看這裡 我上次來走,它在游泳 現在呢,你看游泳完 嘩,游泳好壞,漏了奶 你看這裡,好像漢堡包的旁邊 把汁全部撕出來,很噁心 嘩,上完一輪樓梯 來到這個轉彎位,就可以 很清晰地看到,青山的山頂 看上去可以看到 屯門對出的海岸 嘩,龍馬頭 是啊 對 在這個時刻,我有點後悔 昨天走一千級樓梯 哈哈 我們應該是三年來挑戰自己的 對,沒錯 挑戰自己 應該可以的 挑戰,試試睡24個小時 都是否挑戰呢 都是挑戰 哈哈 因為你能夠睡24個小時 就是證明你的脊骨是不錯的 哈哈 要不然你會脊到醒了 你是脊骨不好的代表 對,我是脊骨不好的代表 因為我小時候打籃球 弄傷腰 弄傷腰 哈哈 我是小時候打籃球弄傷左腳 去到這麼一年多 我們總有一些 嚴重的救患 唉 小時候不覺得什麼 小時候休息兩天就繼續打 大哥 嘩,好痛啊 好,響於往後面 我們又一直沿這個 石級上來 背向這個 屯門市區 一直上去 唉 這裡 這些路貨有點崎嶇 被吵架 Hello 唉呀,小狗 出入沙仔 這麼厲害 你又行山 Hello 唉呀,很乖 Hello 厲害 加油 加油 還有很多級 試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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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 嘩,這個位置好像 會去一些 棧道的感覺 但其實不是 轉過彎就 輕鬆 然後你站著不做什麼 那真的很嚴重 好嚴重 然後你就要去保護 你一個不要出去保護 好,危險密近 這裡有一點 有一點 近乎懸崖的位置 好 但這裡的觀景 就 開闊很多 好了,我們一開始看到 我們的終點位置 在這裡 又看回去 向北望 可以看到連綿的山脈 到最後 好像有一個 拉茲的地方 就是我們 最後一個山峰 沿頭山 我們首先要繼續 向上去青山走 先 好,我們去左邊那邊 出去看看風景先 那裡有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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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對 畏高人士 可能會有一點點害怕 這裡 我們現在就身處 這個 青山下方 的一個 懸崖位置 這個位置挺漂亮 挺適合拍照 打卡 好 好 早安 你好 經常看你的 對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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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我會繼續努力的 好 我們走了一個小時 三個字 就上到青山 山頂發射塔 對落的這個 涼亭 分岔路後 我們 照上去山頂 看看 但我們要回來了 即是向後面走 涼風 這個位置 看看青山福地一帶 挺漂亮 有些滔滔的山 好 繼續攻頂 好 上面就是山頂 這個三角監測站 小心它不是太穩陣 是 絕對不穩陣 唉 好 我們走了一個半小時 就上到青山山頂 三角監測站 附近 就是青山發射站 在這裡 看出去 可以看到整個屯門一帶的景色 可以看到海岸對出 還看到屯尺 看到屯尺 看到屯尺 好 我們就 不移久留 因為今天旅程都比較長 我們快點下山 去剛才那個涼亭位 是 向著現在畫面 前方 那個 乾山 沿山 方向 對 繼續 好了 我們回到這個涼亭位之後 就開始轉向北走 我們現在就首先 向著這個大石那邊 看看 先 好 上到這個 直升機瓶 看來應該廢棄了 起碼它沒有那個H的字 好 上到這個 直升機瓶 對 看來應該可能廢棄了 起碼它沒有那個H的字 起碼它沒有那個H的字 是軍事設施來的 是嗎 是啊 好了 過了這個迷彩發射站 就開始進入一些 比較 崎嶇的路 現在可以馬上告訴你 有些碎石 這個 我的腳就開始痛 開始有少少微痛 好 這裡 回望一下青山 挺漂亮 青山山頂 左邊有一條安全一點 不過 再挑戰一下 我們這些 不是那麼安於本分的小朋友 哇 現在這樣的天氣 更加滑 這些地方 夠乾 是啊 乾到是 乾到熱 是啊 真的熱 這裡的沙 嚇死不夠難度 還要走這樣的路 挺漂亮 看出來 整個 屯門的山脈 就是這裡 這裡的路面都 有點難度 啊 我就繼續買著攝影師的專業 哎呀 一路走一路拍 好 好 看看這裡 你看看 這裡呢 這條路呢 就 風化得很緊要 還有沒有什麼石 所以那些浮沙碎石 就非常滑 我建議大家 就 真的要小心 或者試試靠一下 路邊旁邊的草 會爪地少少的 是啊 沒那麼麻煩 很容易走啊 過來 小心啊 哈哈 有沒有滾到那個草 看著啊 可能走有草的地方 你走過旁邊安全一點嗎 你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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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你滑下去 哈哈 那個肥仔不聽人的東西 好 那有它吧 不要緊 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對啊 年輕人是這樣的 我小時候都是這樣的 過來這裡 都是不聽話 哈哈 不要緊 剛才過了一段比較斜的路 那現在開始 轉回到比較平緩的路段了 好可惜 又往前面了 唉 前面的景色依然是很壯麗 OK 換了雙鞋 真的OK 搞地零 加州神 真的差很遠 對 這裡是所羅門 對 有什麼型號 Discovery Discovery X什麼 XA XA Discovery XA 我這個是Alpha Cross Alpha Cross Alpha Cross 不要緊 我放在這裡 咦 又被蛇咬 哇 它真的是善吞 但應該不太大問題 小朋友是聽了大家的建議 對啊 因為它發覺真的走不到 是啊 你看這裡 不是說每個人這麼容易可以走到這些斜路 大家來之前 考慮清楚 又穿一些有雅的行山鞋 就像我們這樣 有雅的行山鞋 有雅的行山鞋 是啊 這樣就 會容易一點應付 還有最重要是 給一些信心慢慢來 我估計我尾段都是跟我膝頭作戰 哈哈哈哈 又不是路況的問題 是 是 救命的問題 是 好像Top View這樣拍的樣子 哈哈 哈哈 拍著你的Top View 但這裡看上去真的很美 是啊 很棒 很舒服 就是一些 可以很接近市區 但是很美的路徑 最重要的是什麼 近我們 不是 回家叫 哈哈 哈哈 你先看一看 我幫你拍一場 跑路筋啊 真的 是啊 哈哈 你要想一下 怎樣走 選落腳點 要想 我還要分一半出來拍攝 是 右邊就是屯門市區 左邊就是 這個 不知道叫做青山福地 哎呀 幸好是新鞋 嘩 這裡真的 下腳位不是太多 好鞋 你看到這裡 上來 我們在後面 一路下山 來到這裡 原來我們有很多 是啊 我們來到這個山脊 這裡看出去 又可以見到 全門市區 看來 看來看見 天嫂是元朗 最遠處 看到雞公嶺那邊 這個 很漂亮 剛才那裡 看來 好像離開了 我現在身處中國內地 CSSL的漫遊提醒我 這個 這個沿路 也沒有很清晰的路 你看到 這裡偶爾也有一些 左右分叉小路 但是只要你看著 對的方向 就是遠處 北邊的 乾山、沿山方向下 就應該沒有死的了 對 就是右邊 就是市區 左邊 就是 青山福地 沿著這個山脊 北行 大概 好像東北 這樣就沒有錯了 對 還有沒有什麼 這裡基本上 都沒有樹 遮擋 所以應該到 日間走路 應該不會迷路 哈哈哈哈 老虎湯好像 完全迷路 它自己走又迷路 是 完全迷路 嘩 突然 有這樣的 開闊的景色 真的挺漂亮 咦 梁田坑應該在那裡 那裡 是在那裡 看到那裡有個 馬路 所以我們如果只去 梁田坑就很快 對 那裡 過兩個小時 咦 有些建築 有些 地板 對 特地放在這裡 那些石是被你插的 是啊 我那天遇到那個 有份收集的叔叔 是 我還以為 不是說 最冷的 元旦日 那樣的 我還會冷到飛起 但是最終 都 又不是真的很冷 可能因為 有夠陽光 我大哥出來 就是我的左腳 哈哈哈哈 開始痛了 我的左腳 魔王吉波士 是啊 開始很冷了 對嗎 比任何難的山路 都更難應付 很冷 很冷 好了 我們大概走了 三個半小時 就來到 現在我們身處 這個梁田坑了 我們現在 旅程大概過了一半 我們就繼續向前 往這個乾山方向走 接下來應該都是 浮沙碎石的路段 應該也有不少 那些 又會滑倒的機會 又要支持靚聲王 請坐下 是 充滿屯門的氣息 竟然還會討論 剛剛P 為什麼呢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 噪音是這個 山谷之間回檔 妖良三人 妖 妖 那是傘的心態 幾所不容 不是 私人 是 我沒有看到了你 是 有沒有封閉了你 是 勉強也要聽 我的頻道就不同了 大家喜歡看 可以繼續看 喜歡再看 喜歡再看就行 沒錯 或者是可以 你扮人很垃圾 不要看 我的垃圾 我的垃圾 或者你喜歡看我們這些垃圾 就可以不停地看 我的垃圾 我前面就要轉右 方向那邊 對 對了 這個路口位就轉右 繼續向這個干山方向 哇 有很多人 剛才你走上那條 是呀 這條 那邊 這邊 哈哈 哈哈 是 安妮呀 我們出去那條 是呀 我們即將面臨 乾山的挑戰 好, 完成後的清洗 一直沿着山脈经过粮田钩 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脚下的干山 我们看到干山这边 上山的路段都有一些崎嶇 我们现在上到一半而已 我们还有一半要上干山的 你看到地面这边也有很多浮沙碎石 还有这里水土流失的情况也挺严重 高高低低 上落也要小心一点 好,继续 高高低低 深呼吸然后 叫畏高者 吞迷 慢慢 很急 慢着慢着 大家要看一看这地方是什么 好,他死了 这日本是第二个 有病毒 好,回望一下 先看看,現在我們就在這些 浮沙碎石又糾竅的斜路上街的乾山 好,挑戰這個乾山最後一段斜坡 好,最後一段了,就快到頂了 就快可以KO乾山 好了,我們大概走了四個半鐘 我們就來到這個乾山的山頂 在這裡,風景都不錯 可以頑固四周都沒有阻擋 現在我們這一邊就是深圳灣方向 看回另一邊 就是我們走過來的青山 再看看這一邊就是 屯門市區 我們待會呢 就向現在畫面這個方向 看到前面有一個尖釘的 那個就是我們最終目標 沿山的山頂 我去到那裡 再下山就可以完成 我們這次的 杯寧雙道的旅程 我們下山頂 好,快到了 走 我們下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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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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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出現了,這塊叫扇石 眼前這塊 好像一把扇 扇石對落看來都很扇 很燒太力 上山就燒體力,下山就燒膝 山勢的風光多厲害 來到這個一線隻 看看這個一線隻是甚麼情況 這樣而已 說到這樣,可以是很長的 可以即將穿過這個 所謂的一線隻 看看怎樣 這個位置這麼可愛 這個位置 不是,不用 不用 看看這個位置 你看看 氣勢兩步 氣勢兩步,這個一線隻 是很窄的 是很窄的 你看這裏 但是,又不是說真的危險到這裏 這個一線隻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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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走這個 上次走青山 是嗎 這次走杯零雙道 走光了 新一年,開始拍片 是啊 謝謝你 謝謝支持 新年快樂 大家 新年快樂 哇,有個新鮮 沒事 沒事 希望我膝蓋沒事 我強行用右膝 做一個回說 但膝蓋有點痛 你不要連右膝 如果右膝也會拿來 不知道怎麼說 很嚴重 因為膝蓋痛 而借力的關係 右邊大腿也開始累 哈哈 我們餵我們的四頭肌 送上祝福 好啦,那我們大概走了六個小時 一直完青山以北的山脈 就過了乾山 一直走到這裏 那現在呢 我身處在這個 沿山前的一個小山丘 上來這裏 開始體力就 下降了 那我們現在 我們的膝蓋都隱隱作痛 而且我們的四頭肌 都有點累 所以我們要在這裏 休息一下 先 我們現在 下降 好像這個時候 需要一些音樂 去鼓舞一下 不是那些音樂 打開我的心 全部走啊 加油啊 加油啊 現在超 嘩,這裡都禁止了 這裡很危險 這裡很危險 很難死 先摸一下 先摸一下 這是一條沙 來的 好,又回到那座小山丘了 唉 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你看看 現在我們 已經 很接近這個沿頭山了 這個山丘應該 落一落斜 然後再上最後那段大斜路 就可以上去 最後一個山峰沿頭山 好厲害啊 加油啊 膝頭,加油啊 四頭肌 加油啊 這次是 杯凌雙道大挑戰之 加油吧 四頭肌 膝頭 兄弟 回頭看看 這個走過來的連連山脈 真是多美 走下去就不覺得 真是 回望才覺得美 現在來到這裡 面對著沿頭山的 一直上的 上波路段 不知道我們 有沒有機會 一腳過上去啊 找到我的四頭肌 找到我的四頭肌 不行,我的四頭肌 叫緊,叫緊 四頭肌叫緊 叫緊,叫緊 叫緊,叫緊 叫壺是不是 叫壺啊 叫壺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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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上沿頭山的斜坡上面 我有一個叫壺啊 四頭肌 因為我左膝痛啊 所以呢 有時候就著呢 不出力呢 就變了右腳用多了很多力 所以現在只是右腳 四頭肌痛著 叫兩飛 叫兩飛 左腳一飛,右腳一飛 沒錯 好恐怖啊 膝頭和大四頭肌的叫壺 哈哈哈哈 還有二十米 爬升多二十米 啊,見到那些樹了 見到那些樹了 哈哈哈哈 見到那些樹了 到啦 到啦 見到那些樹頂 見到那些樹頂了 到啦 到啦 哈哈哈哈 流谷流谷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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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我們整整走了 七個小時 那終於來到這個 最後一個高峰 源頭山了 嘩 見到這個 三角監測站 嘩 好緊啊 嘩 我們終於 克服了幻角 打贏了我們的四頭肌和膝頭 來到這個 源頭山的山頂了 嘩 嘩 真是不行啊 叔叔幫人了 嘩,這裡我們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 還有看,剛剛好 我們可以看這裡的日落才走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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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們呢 就貪心了 在這個源頭山看了一個很美的日落 那但是呢 亦都因為今天其實很會冷的 哈哈 現在呢 一日落我們就馬上 嘩,洗衣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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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的體感溫度應該是10度左右 嘩 嘩,很冷啊 現在我們馬上戴上手套 快點下山 否則呢 入黑呢 我們會冷到變成冰條 哈哈 嘩,真的很冷啊 嘩,真的很冷啊 不行啊 快點下山 嘩 嘩 現在 除了是膝蓋 四頭肌 還有第三個大哥出現 就是 就是寒風啊 嘩,很冷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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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條路來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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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路來的 你看 嘩 嘩,看這 原來這個 源頭山下去呢 哈哈 這裏有一條 不是開玩笑的路 原來很邪 我應該... 是不是這樣走的大哥 是這樣的 你看 一下去就是 這裏有一條 真是最邪的路 我想整個路程裡面 這邊 所以大家真的要... 這裡要小心啊 嘩 OK的,這裡OK的 我不用掛機都還OK 唉 我會蹲低個人的 唉 真的有人留名看你單手下山 是啊 我現在單手下山 看到鏡頭摔下摔下就知道了 唉 唉 好 大家是不是想看我單手下山 唉 看看吧 我也不理了 不是很想做其他事情 總之現在很冷 很想做 快點下山 只是想打邊路而已 哈哈 不能打啦 哈哈 過了五點了 是定六點 六點 沒有堂食了 唉 好冷啊 哇 這是什麼路來的 哈哈 不是路啊 再看回前面 前面在這裏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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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最弱的這條路 還有線啊 哇 加上我膝蓋 哇 那個... ITBS 痛到我呢 嘩 不行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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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蹲低個人啊 蹲低個人的膝蓋更加痛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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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住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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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這裏都有些... 有一點點... 柱啊 繩啊 借啊 力士 如果不是... 真的不行啊 OK OK 嘩 唉 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好啦 我們終於安全又快捷地... 由源頭山... 落到這個... 鬼鍊那麼斜的斜路 嘩 大哥 哈哈 膝蓋很痛又... 又冷 對啊 眼前就是... 左邊深圳灣 右邊天水圍 可以大概直接走到下去... 山腳的篤 應該是下川附近啦 下車好笑 哈哈 但是上車和下車都有事啊 哈哈 即是只可以走平路 是啊 大哥 很高要求啊 行山只要走平路 哈哈 好啦 現在差不多六點半 天都差不多黑了 所以我們呢 都... 拿頭燈 沿路 摸黑 落山了 好啦 那我們在源頭山落山 來到這個... 電塔的位置啊 現在就轉彎 向這個方向 向著這個... 零道寺 經零道寺 就可以出回大路 去到... 大路邊就可以搭車離開了 是啊 零道寺是沒有什麼角度的 好啦 那我們現在在... 剛才那個電塔 繼續落山 向著這個... 零道寺行啊 我猜不到這裏 都還有一個... 中波在等著我們 我們看 一路下山呢 一路在這些... 跟這些... 浮沙碎石的... 斜路上作戰 那個重點最難的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現在正在用頭燈 看上去這個... 這個斜路呢 好沒有立體感啊 很難找到一些適當的落腳點 加上我們現在... 膝蓋很痛 大腿又不是太有力 所以呢... 下這些路呢 真的... 自己增加了風險在這裏 大燈啊 黃色街燈啊 好啦... 那我們在沿頭山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那就來到我身旁這個了 零道寺啊 那... 我們來到這裏呢 就開始有... 街燈了 那就... 可以沿著街燈大路 那就... 走回去馬路邊 可以... 找車搭了 我們... 我們的膝蓋啊 我們的膝蓋啊 好痛啊... 好痛啊... 差點頂不順啊 好... 那現在來到... 這裏應該是... 平門的路段 那麼... 我們膝蓋那裏可以... 減輕一下負擔 我們很需要出去... 市區覓食啊 好餓啊... 好餓啊... 好啦... 那麼... 歷時九個小時... 我們完成了這次... 杯凌雙道考牌路線的大挑戰... 那麼... 在新一年完成這個挑戰呢... 希望有個好的開頭... 還有... 希望我們呢... 之前呢... 都有... 身體健康啦... 那麼... 還有我們自己都... 希望可以保持到... 一個好的狀態... 去走多些山... 帶大家去不同的地方的... 嗯... 那麼... 時間差不多了... 是時候說再見... 拜拜...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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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